桃園警分局長跟同學們PK飛鏢機台 一致排開打鏢每個人的動作 架勢都有模有樣 桃園警分局配合暑假舉辦青春專案 透過運動比賽讓參加的同學玩得盡興 同時進行預防犯罪宣導 希望藉由活動青春活潑的力量 讓小朋友他們學習如何在暑假期間 以健康休閒的活動 來消耗他們整個快樂的一個假期 也希望藉由這次的活動 來宣導相關反飆車 反毒品 拒絕毒害 拒絕幫派 這次的活動還特別邀請北科副工棒球隊一起參加 讓專業的隊員教同學如何正確打擊 體驗棒球打擊場的樂趣 這次很特別的能夠來這邊教導小朋友 一些基本上的動作 也可以自己複習一下自己該哪些地方可以修正一下 希望今年我們北科副工可以達到好的成績 桃園分局特別規劃了籃球機飛鏢機以及棒球打擊的體驗跟比賽 活動相當的刺激有趣 參加的同學都說很好玩 桃園分局希望透過活動讓青少年從事正當休閒活動 除了讓同學們玩遊戲消耗精力 同時以預教育樂的方式結合教育宣導讓預防犯 三次的觀念扎根 記者賴尾一桃園報導